章话县政府于16日在文化局广场及一楼大厅举行 章话县103年文化界迎新春活动 由副县长柯成坊邀请艺文界代表 县级作家康源 国宝大师吴敦厚 施政阳和多位文化资产保存者 工艺大师以及章话县文化局长田飞鹏等人与会共襄盛举 我们在章话荣获一位教育部的新传奖 我们有四位人间国宝 还有四位我们文化资产的保存者 还有一位我们保存技术的保存者 还有我们章话也有14位获得公益大师的我们一个殊荣 所以在各项的这样卓越精彩呈现 还有卓越这项的一个成果 让我们章话县不仅是一个文化大县是一个艺术大县 也是我们全国艺术的保障 更是我们传统工艺的宝山 大家说对不对 2014我们今年甲午金马年的一个新春交流联礼 那这一次我们的包括人间国宝 我们文化基金都有很多董事 以及我们艺文界很多朋友都到场来跟我们关心 那我们会藉由这一次我们跟他们交换一些意见 那也藉由这样一个新春大家团伴互相齐勉 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 包括我们的艺术中心即将要成立 包括我们的县立图书馆也将要挂牌 那藉由这一次的一个交流 我们希望对彰化的一个艺文的发展 能够大家互相做一个交流意见交换 科副县长表示 感谢艺文界各个领域的前辈先进 在过去一年对彰化县各项艺术展演及表演活动的协助支持 才能有如此精彩卓越的成果 在新的一年 彰化艺术中心即将完工落成 不但可以提供各位艺术大师 艺文人士有最好的展演空间 也让彰化县民众有最好的空间 可以欣赏观摩这些精彩伟大的作品 期望在新春团拜联谊之际 带动彰化艺文整体发展 创造彰化文化艺术更亮丽辉煌的一年 工艺频道张华允 张华采访报导